镜室内 为无限目瞪口呆地 看着凭空出现的屏幕 他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神异的东西 蓝湛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那个你给我的复原单 也是从这里拿来的 嗯 蓝忘机伸手指着一个条形的东西 上面有几个字 点开这个入口 就可以进群了 里面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发的红包 新人进群 有个新人礼包 我的是一本功法 且群里的人说这个是玄天聊天群 他们来自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时空 另一个世界 魏无限喃喃道 伸手戳了一下那个入口 正处于震惊中的他 没有注意到蓝忘机的话多了不少 群里面一条条的消息发过去 上面提示有几千条未读消息 对此蓝忘机也表示惊讶 他不过是三天没看而已 就有这么多消息了 对于一个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的人来说 这很不可思议 魏无限的新手礼包也是一本功法 他翻看了一眼 随手扔到一边 没有看到一行小字 与残兵相辅相成 且修炼大成前 不得离开残兵 拥有者十步 这行字不久后消失不见 鬼界太子望 这人怎么就走了 嗯嗯 多谢 我们说了几百条 他就说了这几个字 人界苏晨 大佬 蓝二公子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我就不信 太子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蓝湛 那人说的是不是你 他怎么认识你的 魏无限隔空戳了戳苏晨的头像 他乃后世之人 后世之人 那他岂不是知道很多事 不知道温氏怎么样了 我问问他 不能说 哦 不能说就不能说呗 魔界公主妹 这小哥的性格 本公主喜欢 呵呵 鬼界太子望 哼 不与你们说了 本太子日理万机 不再这浪费时间了 魔界公主妹 这小屁孩 算了 不说他了 苏晨 你那还有没有好看的美甲贴 给我挑几盒 人界苏晨 当然有了 我提前给你背着呢 人界苏晨 温情温神医 还有温宁先生 修真温情 你认得我和阿宁 人界苏晨 当然了 赫赫有名的 齐皇神医温情 我们学医的都市您为偶像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齐皇温氏 后人苏晨 我母亲是温家人 我父亲姓苏 如今已经是千年后了 还有温宁先生 他还在叫我们这些小辈修炼 多余的晚辈不便再说 这个聊天群不让我说未来之事 温宁还活着 蓝忘机和魏无羡对视一眼 难道温宁的修为 比报山散人还高吗 千年 魏无羡肯定 他那没有见过面帝师祖修为 都比不上温宁 修真温情 我没别的 送给你一本我的手稿 还有我做的药丸 算上我弟弟的 人界苏晨 多谢前辈 蓝湛 齐皇温情 是不是咱们世界的 哎 蓝宗主是温情姐弟救的 看来温室也是有好人的 魏无羡戳了戳蓝忘机 是不是你说的 让人家来救人 不是 蓝忘机也很奇怪 为什么温室姐弟 会在温婿烧山 后来云深不知处 末世云娇娇 新出炉的超大红薯 香甜可口 生命力强悍 有药的吗 星际七征 全给本元帅 我用十剑地级防御符跟你换 静朝云轩 你可不能全拿走 我经过百姓 还等着这救命粮呢 云姑娘 本王拿种子与不匹与你换 末世云娇娇 at静朝云轩 我要御时 有的话可以换你一半 静朝云轩 云姑娘大意 云姑娘说的这些本王有的是 你随便挑 末世云娇娇 成 咱俩私聊 静朝云轩 好 这些消息看完 魏无羡点开他们发的各种红包 上面的介绍很有意思 蓝湛 你看这个 红果 又叫伪辣椒 可辣万物 对人体无害 吃完后嘴肿一天 这个有意思 我想尝尝它和辣椒有什么不同 我吃辣椒 还从来没把嘴吃肿过 哈哈 魏无羡笑得东倒西歪 还有这个 治愈果 可治疗鬼怪造成的伤口 增加人鬼类修为 可食用 修为低者 不可多食 种子生长极快 这个好 咱们这里鬼怪多 如果百姓家门口 种上这么一颗 可不用愁了 魏无羡想得很美好 可仅仅是提升修为这一功效 就会让百家陷入疯狂 而拿出来 这些东西的他们 就会成为百家的目标 并且他们两人还会有生命危险 或许 江氏蓝氏都会成为百家讨伐的对象 不过 这东西一出现 可都便宜了温氏 要是咱们两家偷偷地用 成不成 魏无羡又想起了温氏的虎视眈眈 魏英 不可 蓝忘机皱眉 他不明白 魏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身为江氏大弟子 魏英的危机意识太差了 为什么 偷偷地用不行吗 魏无羡不明白 蓝湛为什么会否定他说的话 你确定 他们不会说出去吗 我 魏无羡不确定 人多口杂这个词 谁都知道 而且 莲花物和别的仙门不一样 普通的小孩子 也偷偷地溜进轿场 看他们练剑 魏英 此事莫要再提 蓝忘机神色放缓 好 我知道了 魏无羡也知道自己想当然了 守着一个宝山 自己却没有实力护住 蓝湛 咱们把这群开着吧 我想抢几个治愈果背着 等我们修为上去了 再拿出来吧 好 蓝忘机也赞同魏无羡的话 现在温氏如日中天 他们世事都不能冒头 防止为自己家族带来灾祸 而且 父亲需要休养 叔父和兄长 要重建云深不知处 实在是没有余力和温室对上 你给我吃的那个药丸也很好 哎 蓝湛 这红薯真有那么好吃 魏无羡也想尝尝这红薯的味道 不知 蓝忘机看到魏无羡那渴望的眼神 伸出手加了末世云娇娇 你这是干嘛 魏无羡不是很明白蓝忘机的动作 家人和他私聊 蓝忘机板着脸 哦 你问问他 红薯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还有 那什么防御服是什么 魏无羡真的特别好奇 他们说的是什么 防御服什么的群里面没有介绍 你来 蓝忘机让开位置 让魏无羡坐在席子上 自己则是站起来 我来 这怎么弄 我不会啊 魏无羡心里痒痒的 他也想上手 可他真的不会弄 我教你 好 这时 蓝忘机弯下腰 像是把魏无羡揽在怀里 魏无羡神经粗 没感觉到不对 蓝忘机另一只手心冒出了些许的冷汗 蓝忘机完成教学后 像被什么烫到一样 坐在书案前默写家规 若是蓝熙沉在此处 一定会看出包地的不对劲 而魏无羡还以为蓝忘机有什么事要做 魏无羡坐在桌前 问着那个叫云娇娇的姑娘 奇奇怪怪的问题 最后把她惹烦了 给魏无羡发了个红鼠 魏无羡点了一下上面的铜钱 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半米粗 一米长的东西 蓝湛 你看 这个就是红鼠 没想到他们世界里的红鼠这么大 那姑娘 说这个可以生吃 蓝忘机在东西落在桌子上的声音的时候 就猛地站了起来 听到魏无羡的声音 她整了整衣服 步伐似乎有点快 魏英 蓝湛 你坐 我们尝尝她好不好吃 我听那姑娘说这个生吃都很好吃 我出去借把剑来 魏无羡摸了摸块头十分大的红鼠 自己试了试 掰不开 借剑 蓝忘机不明白为什么和剑扯上关系 平时淡漠的脸上出来了明显的表情 对啊 拿剑砍 不然这么粗的红鼠咱们怎么吃 我以前都用随便砍西瓜 魏无羡理直气壮的刀 这剑就是这么用的 不必 啊 就这样 魏无羡看狼望鸡手落下 红鼠就从中间裂开了